鼠蛇人一生中在命宫有紫薇星作手,并且在三方四正中有左辅、右臂等吉星加惠或同宫形成了紫薇斗树中的君臣庆惠格。 这是一个非常高贵的格局,象征着富贵和成功。 在这种格局的影响下,鼠蛇人的运势会如何表现? 我将从紫薇斗树和易经六十四卦的角度为你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为您解读鼠蛇人在君臣庆惠格下的一生运势走向。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鼠蛇人、君臣庆惠格的基本特征。 君臣庆惠格是指命宫中有紫薇星作手,并且在三方四正中有左辅、右臂、文昌、文曲等吉星加惠或同宫,这些吉星在命盘中的位置和组合象征着君臣和谐,彼此互相辅佐、共同努力,最终达到成功和富贵的目标。 紫薇星是北极星,象征住权力和地位,左辅和右臂则,象征住辅佐和支持,这些星象的组合,意味着鼠蛇人在事业和生活中会得到很多贵人的帮助,并且自身也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以现今很多政坛的领导人物,以及很多事业体中的大老板,都是鼠蛇的人士来看。 这奇妙的巧合对上天的安排,可谓不谋而合。 从一经的角度来看,君臣庆慧阁的形成和影响,可以与六十四卦中的太卦和大友卦相对应。 太卦位帝天太,象征着天地交态,万物欣欣向荣,这意味着鼠蛇人在君臣庆慧阁的影响下会有非常好的运势, 事业和财运都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就。 大友卦位,火天大友,象征着丰收和成功,这意味着鼠蛇人在这个格局下能够拥有大量的财富和资源, 并且在事业上取得巨大的突破。 鼠蛇人在君臣庆慧阁的影响下,首先表现在是夜运势上。 此卫星向指着领导和决策能力,左辅和右臂向指著支持和辅助, 这意味着鼠蛇人在事业中能够得到很多贵人的帮助, 并且自身也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 鼠蛇人在职场中会有更多的机会展现自己的才能, 并且能够顺利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最终取得显著的成就。 此外,文昌和文曲这两颗极星的影响, 意味着鼠蛇人在学习和创作方面也会有非常好的表现, 他们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并且在专业领域中取得显著的成果。 在财运方面,君臣庆慧阁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大有卦象征着丰收和成功, 这意味着鼠蛇人在这个格局下能够拥有大量的财富和资源。 他们在投资和理财方面会有非常好的运势, 能够抓住市场的机会实现财富的快速增长。 左辅和右辟这两颗极星的影响, 意味着鼠蛇人在财务管理方面会有很多贵人的帮助, 这些贵人会在关键时刻提供宝贵的建议和支持, 让他们能够在财务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然而,鼠蛇人在君臣庆慧阁的影响下, 也需要注意一些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易经》中提到物极必反, 这意味着在运势上过于张扬, 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鼠蛇人在享受成功和富贵的同时, 应该保持谦虚和低调, 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而过于自满, 这样才能够保持运势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此外,鼠蛇人还应该注重自身的修养和提升, 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这样才能够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结来说, 鼠蛇人在君臣庆慧阁的影响下, 运势非常旺盛。 紫威星、左辅、右臂等吉星的加汇, 让鼠蛇人在事业和财运上都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就。 他们在职场中能够得到很多贵人的帮助, 并且自身也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 最终实现事业的成功。 在财运方面, 鼠蛇人能够拥有大量的财富和资源, 并且在投资和理财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果。 然而, 鼠蛇人也需要保持谦虚和低调, 注重自身的修养和提升, 这样才能够保持运势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奇葩说中, 有选手说过这么一句话,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年轻人判断对错的时候变成了一种二元对立, 非黑即白, 非对即错的价值观。 这番话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 有些人觉得, 如果不能完全分辨黑白, 那不就无法判断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了吗? 还有些人觉得, 人性本就是复杂的, 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观念, 所以不存在绝对的对错, 只存在辩证的观点。 对于黑白对立的情况, 白颜松曾说过, 这个世界不是非非即白。 黑白, 那是难以分清楚的。 就拿伪君子来说, 他表面上是正义感爆棚的人, 被地里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 如此, 我们搞不清楚伪君子的底细又如何判断呢? 每个人都崇尚光明而厌恶黑暗。 可说到底, 黑暗都是从光明中产生的。 没有接触过黑暗, 我们就不会懂得光明的模样。 这是一个复杂到极致的世界, 没有人绝对善良, 也没有人绝对奸恶, 人间只有一道精致的灰。 人性的善恶就决定了是世道的复杂。 从唯物辩证的角度来说, 人性既有善良的一面, 也有丑陋的一面, 关键要看人之利益, 是否满足人之需求。 网络上有这么一个段子, 丈夫总是厌恶妻子, 觉得妻子不懂得勤俭持嫁, 可妻子却被闺蜜的老公称赞, 说她就是嫌弃良母, 比自己家的老婆好多了。 婆婆总是厌恶而媳妇, 觉得儿媳妇不够贤惠。 可儿媳妇却被邻居家的婆婆称赞, 说她为家庭付出了许多, 反而觉得自己家的儿媳妇不好。 父母觉得自己家的孩子太差, 别人家的孩子才优秀。 可孩子却被同事称赞, 说她做事认真, 学习努力, 比自己家的孩子好多了。 与其说这是一个段子, 不如说这是一个人性的现实。 你觉得不好的人, 在别人看来也许她的形象是无比光辉灿烂的。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哪怕是善恶都是相似的。 有些人认为父母不帮儿女买车买房, 就是没有尽到责任。 而在其他人看来, 父母只要履行养育的责任就好, 其余的不用管太多。 人之立场不同, 那看待某件事的观点就不一样。 所以说, 人间并没有绝对的光明和黑暗, 就只有一道精致的灰。 这道灰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多了, 人世间没有完全绝对的事物。 老子说过, 知其熊, 守其词, 为天下西。 知其白, 守其黑, 为天下事。 知其荣, 守其辱, 为天下谷。 大致意思是, 深知什么是雄强, 却安守慈柔的地位, 甘愿做天下的西建。 深知什么是明亮, 却安于暗昧的地位, 甘愿做天下的模式。 深知什么是荣耀, 却安守卑辱的地位, 甘愿做天下的穿骨。 直白一点来说, 强弱是不绝对的, 会随着环境而发生变化, 黑白是不绝对的, 会随着人心而发生改变, 荣辱是不绝对的, 会随着人之心境而发生变化。 对于这世间的一切事, 我们只需要抱着一个态度来看待就可以了, 辩证观智。 比如说你是老板, 那你肯定不希望给员工升职加薪。 反之, 比如说你是员工, 那你肯定希望老板快点升职加薪。 这就形成了矛盾。 你站在老板的角度, 你会觉得员工的成本地点比较好。 你站在员工的角度, 你会觉得老板给出的薪水太低了, 根本不尊重员工。 对此, 我们很难说明谁对谁错。 我们只知道, 做人还是留意线比较好。 否则, 强弱更替的时候, 他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为什么白颜松会感慨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因为他知道, 有很多事都是不可以用绝对的观点来说清楚的。 今天的不幸可能是明天的幸运, 今天的好处可能是明天的坏处。 这就是世道有趣的地方。 在十多年前, 电商还未发展的时候, 我们总是认为线下的商店才是最好的。 到了今时今日, 我们的观念变了, 觉得线上的商城符合现代人的购物习惯。 时代在变化, 观念在与世俱进, 没有什么是完全正确的, 没有什么是完全错误的, 关键要看世道的发展到了哪一步。 就拿科学来说, 在古代, 古希腊天文学家欧多克斯提出了地心说, 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在16世纪的时候, 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 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直到今时今日, 我们才发现地球和太阳 都不是宇宙的中心。 这说明了什么? 科学都是不断被推翻, 以及不断被创新的。 就像物竞天择, 逝者生存的理论, 有人会觉得符合现实, 有人会觉得很残酷。 这, 就是人之选择的问题了。 说到底, 世界是一道灰, 要想看透它的本质, 很难。 人, 还是不要看透比较好。 一旦明白了, 你的三观, 就会受到颠覆性的冲击。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冲击, 简直播剧场——